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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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這四大長老加過菲蓉臭的 他不想他的兒女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生活不錯 但是花毛百日紅 難保一朝他的生意失敗 或者有什麼事發生 他們要靠自己的時候 他們沒有生存能力的時候 他們怎麼生活呢? 所以他希望鍛鍊他們 讓他們的生存能力、適應能力強一點 將來無論我們去哪個國家 都會生存到 現在在非洲的生活 老公Sean每天都要早出晚歸做生意 希望給最好的環境一家四口 而Serena就當家庭主婦 照顧兩個小朋友 非洲的學習生涯是非常輕鬆的 小朋友有大量遊戲時間 草原和大公園就是他們的遊樂場 過了你多久? 一半 你有讀書在香港會不會舒服嗎? 沒有那麼多功課嗎? 是 是嗎? 有時沒有 有時沒有嗎? 是 很開心嗎?沒有功課做? 開心 那做人功課做什麼? 出去玩 我們玩,我們打仗 打仗嗎? 用衣服,我們用劍一起玩 我們簡直想留在家裡 沒有人住在家裡 然後我們就這樣打仗進去 這樣 很刺激 他們兩個小朋友真的… 是沒有時間停的 不停24小時都… 媽媽… 對,她很耐性 三母子最喜歡的活動 就是去家附近的公園玩 但別人的非洲公園 當然不是滑梯那麼簡單 別人是騎馬仔和玩動物 這些在香港沒有? 很開心,女兒見她在這裡 騎馬 對… 因為在香港,騎馬那些 大家覺得是貴族活動 但在這裡的消費很便宜 大概是10元港幣 那很便宜 10元港幣 可以玩了 對,按照你騎馬 來看女生餵馬 不需要再額外給錢 所以在這裡的小朋友的娛樂 都是親親大自然 是回歸自然的 沒有香港那麼多的物質 每次去買玩具 本地的家長其實是放養的 真的放養的 像我們六、七十年代的 天生天養那一套 她自己會長大 雖然這裡的環境比較自由 但Serena也有點看不過眼 非洲人那種完全放養的文化 不會比家 他們什麼做得、什麼不做得 規矩是沒有的 所以變成他們長大之後 很多人都是沒有界線的工作 沒有規矩 基本上是沒有功德心 因為從小到大 沒有人告訴他們 這些是不可以做的,不對的 所以我跟他們說 有些事情是要受規矩 是沒得談的 這些沒得談就沒得談 例如踩單車一定要戴頭盔 不戴頭盔就不准踩 規矩就是這樣 所以你昨天看到他們踩單車 是只有我兩個小朋友戴頭盔 對 回想起來 Serena說這段中非緣 真的令她成長了很多 一個比較自我中心的香港女強人 遇著火星撞地球的非洲大男人 由曾經互相氣艷囂張 吵吵閉,誓不兩立 到學懂互相體諒、原諒、成全 Sean也正正因為看到太太的付出 發誓要對她更加好 所以她做了最好的事 對,她做了最好的事 把你移回到Nigeria 對,這是一件最好的事 在我的生活中 我不能太感謝她 因為她令我的夢變成真 那天在公園裡,他也有說 其實你為了他來到這裡 是令他的夢想成真 所以他也會用盡他所有的能力 令你有最好的生活在這裡 聽到他這麼說是否感動 感動的,因為那天之前 他沒有這樣跟我說過 他沒有跟我說過 他放在我心裡 那你說我放棄了很多… 是我放棄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又不真的覺得自己那麼偉大 來到這裡,其實我覺得… 雖然你是捨棄了或失去了 在香港的東西,甚至會享受 但是得到的會否是 兩夫妻的關係會更加緊扣 會的,因為始終很多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不懂、不明白 不了解的時候,我會問 他會解釋 透過這些事情,我就會明白 原來你們的文化是這樣的 然後我想起,難怪之前你這樣 會有很多個個案 是突然說是誰,終於明白了 那學懂得放下 從另一個角度看的時候 原來發覺 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可能我很多身邊朋友會覺得 非洲這麼落後,可以嗎? 我現在就嘗試換位思考 不要想他的懷處 想想他究竟這裡有什麼好處 我在這裡有什麼得著 先讓我先把好處放大 讓自己心安 很多事情不再執著的時候 原來… 很多事情都不是想像中 這麼難解決、這麼困難的事情 你想要解決的話 就一定有方法,一定有條路讓你走 嗯… 不經不覺,這對火星撞地球夫妻 已經風雨同路 共同走過十年人生路 來到非洲之後 為了報答Serena 承傳自己的事業夢 Sean更加努力工作 給最好的東西三母子 而一向大男人的他 對著老婆也學習、忍氣、吞聲 比香港的時候對老婆更加好 我老公已經盡了他最大的能力 提供他最好的東西給我們 對於他來說,這個女人放棄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他, 其实就是最适合的那一人 你会想办法令大家都可以在这段关系 一起生存, 一起生活 在Serena身上我看到 真的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 就算住在更严峻的尼亚 都是可以找到他们一家人的快乐 Serena为了她丈夫 可以找到她男人的尊严 可以找到最开心的笑容 还有她两个子女 可以知道这个世界是艰难的 她永远想的是一家人 以一个整体来计算 在什么环境之下才是开心 而她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那就是最开心 这一集我们由西非走到北非 在撒哈拉沙漠找到一段浪漫的子弟戀 这次非洲沉妻之旅游历过西非之后 就来到旅程中我最期待的一站 北非摩洛哥了 摩洛哥曾经被法国和西班牙统治 所以融合了欧洲、非洲和阿拉伯 三种文化的特色 摩洛哥是一个很有色彩的地方 撒哈拉沙漠的黄色 蓝城的蓝色 另外在市中心非斯也是色彩纷纷 而我们要找的准人妻 就住在距离首都 五个钟车程的摩洛哥第三大城市 一片泥土式的非斯 这里是摩洛哥北部的城市 叫做非斯 这里要找摩洛哥总人妻 他叫做小霞 小霞自从认识了摩洛哥王子之后 年多前终于毅然放弃香港的一切 来到这里, 开了一间特色的民宿旅館 就在前面是哪里 门也有摩洛哥 小霞 你好 终于来到了 真的见到你了 你好 你介绍一下 肥甫富贝 摩洛哥王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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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欢迎 来 一个香港女孩 为什么会跑到北非的摩洛哥 和一个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男孩结缘 还一起开了一间民宿呢 行了 香港土生土长的小霞 原本是一个平凡的OL 她说自己一直过着 腐躁乏味的上班族生活 直到七年前有一次 她决定来摩洛哥旅行探险 就在撒哈拉沙漠这里 认识到她的未婚夫萨叶了 这对相距千里的中非戀人 为了可以一起生活 最终排除万难 在摩洛哥开了一间民宿 小霞放弃香港的一切 移民过来成为准摩洛哥人妻 这一天一对准身人 就带我们回到他们相遇的地方了 我知道萨叶在这里大 是… 她本身是沙漠人 她是沙漠出生的 是沙漠之子 对 她是十岁左右 她一家人一起搬到这个小时 好, 这叫什么? 萨叶 萨叶 我们身处的是 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个小镇 叫萨叶 这里也是未婚夫萨叶长大的地方 她的家族 世世代代都在沙漠一带游牧 沙漠物资贫乏 在这里的居民 每星期都会来这个市集 采购日用品和食物 这就是沙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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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一周 所以所有沙漠人都会来购买 所以所有沙漠人都会来购买 还有就是说每想念你一次 天上面就会飘落一粒沙 然后就形成沙漠 是挺漂亮的画面 七年前小夏和她姐姐首次搭足沙漠 就住在这里的沙漠酒店 当时萨叶正正在酒店打工 这一对来自天国一方的暖人 因此而邂逅 终于都来到了 这个营地挺开心 有红地尖甲到搬迎大家 很难想像在沙漠三个里面 有一个这么舒适的环境 当时负责招待游客的沙漠 原来十分正于非洲古 所以一来就表演古艺给小夏欣赏了 当时三十出头的小夏 在香港一直未遇到合适的对象 谁知道 竟然对这位小过几年的沙漠小子 有心动的感觉 而这位害怕丑丑的小子 竟然主动争取机会和小夏相处 然后他就跟他的老板说 明天可不可以去做拉鸡鸡的人 其实他本来不是 老板就放生给他 拉一天鸡鸡 就帮你拉着的老板? 是的 本来他会拒绝老板的工作 就是了, 就是为了你 小夏和沙漠只相处了几天 竟然去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好 他就坐在我姐姐的对面 就问 你想多少鸡鸡鸡 他应该怎么看 在他们的习俗里面 是鸡鸡可以换他老婆 你真的已经招亲了? 是的 你已经打算用鸡鸡换她的方心了? 他在第一次看见爱 那是好意思 那你那天已经看中他了吗? 我觉得他挺帅的 真的 看上去这些全都是沙 好像没有生命力 怎会想到他竟然可以在这个地方 找到他生命中的滋润感觉 有些事情都明明地整定 一次的旅程 就让他遇到沙漠撒哈拉王子 滋润了他的一生 一场浪漫的子弟戀正式展开了 但是很快 小霞就要结束旅程回香港 沙漠小子 于是每隔两天 就走去打电话给小霞保持联系 不过当时在沙漠 只有顾网电话而已 沙漠每次都要走到大老远 才借到电话打给小霞 很幸福 这里只有一家店 很远 很远 大概是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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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买资料 然后用电话 不过我这件事 是两年之后再见她的时候 我们再来沙漠 她就指向我 这家务员就是当天我走去打给你 要走很久的 感动 有些男人出种了 2014年时 再回来摩洛哥旅行 他辞了工作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两个星期旅行 环绕摩洛哥 再一次游历摩洛哥 两个人相处得非常投契 沙漠带小霞游遍摩洛哥 令小霞深深地爱上这个地方 其实跟沙漠来到沙哈拉 拍拖有什么玩意 他会带我游历沙漠 那又是骑洛哥吧 不知道这么简单 有时候他会开四驱车 四驱车? 对, 我没试过 那我们试一下 好, 走 好, 走 走 深门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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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真的很恐怖 突然之间拍拍下来的时候 不知道在哪里 龙卷风式的风沙 是十步风球的风 但是夹杂着沙 沙吹入眼中 找不到方向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 如果我们还不走 就真的有机会长沿于沙漠 我觉得有时在大自然之下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渺小到控制不了什么 唯有尽量装备好事 去面对一些变化 慢慢深入认识沙烟之后 小霞发现 他们沙漠人 可以说是天生天养 对物质、金钱、名利 都无所欲求 在他们的老子里 觉得钱也需要 但是不像我们在香港生活 感觉最重要的最重要 就是他们试钱在于流山 就是贵得比较快 对,可能跟他们的宗教 也有一点原因是这样 大部分的摩洛哥人 都是信奉伊斯兰教 也挺保守的 有一次我们再来这里 那边有一个沙漠 就是沙漠泳池 我说我现在很热 一定要先游泳 然后我去到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确保没有其他人 你才可以游泳 所以我就霸了整个泳池 就是他确保没有其他男人 对,男人和女人都很相同 女人都不可以 不让别人欺负你 因为… 虽然可能很多人看报纸 就是说女人地位低 但是其实我自己 某程度上也觉得 不是人家说得 男人对女人那么差 其实他们某程度上 大男人也有少少保护性 就是他要照顾你 确保没有事发生 对… 因为其实他比你小 但是感觉他真的能保护你 对… 我的样子差不太多 她们都说成熟我 很重型 你认为有些文化的不同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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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说的 爱没有任何关系 对… 对… 有地位的距离 但是你们的生活 对… 没有距离 对… 甚至有时候说 我是妈妈饭饭 妈妈饭饭? 妈妈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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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沙真是山岳之子 我很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已经给了我那种太阳色的笑容 尤其是她和小夏一起的时候 也很细心地对小夏 这个我看到真的很感动 明天我们会看看这对 相隔千里的子弟戀 如何排除万难 在摩洛哥开花结果 那是一位 那也是一位 可恶人的 可是我还能吃到 那是一位 天啊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